感谢Apollo Fiber Insight赞助播出 有没有一种产品能够彻底进化除菌 消除脑人的异味 并且方便携带 让您走到哪里 干净到哪里 当然有 就是我 我是干妈妈 您从未见过的好帮手 这位年轻妈妈的最大困扰 并不是剪不完的玩具 和四处散落的衣物 而是如何不让隐藏在各处的细菌 危害家人的健康 此时就该我上场了 我拥有不怕潮湿的专利发热技术 能维持60度C以上有效杀菌温度 而且少量衣物 不需要大费周章地使用轰衣机 还能环保、节能、爱地球 所以我们还是回来看 就是究竟在 蔡英文去政大的那段时间 发生什么事 那有很多人说 蔡英文是 冯富祥 引进去政大的 就是有文章这样说了 对 那到底是谁说的 我们上次说要揭秘嘛 我们请这个导播进来 其实这个是金周刊 金周刊在2004年的时候 2004 对 3月的时候 有一份采访 他是采访那个陈文茜 那这个题目呢 是叫做 陈文茜、蔡英文上火线 记不记得那时候发生什么事 公投 公投 2004公投辩论 结果政材两方的代表 一个是陈文茜 一个是蔡英文 记不记得 那时候陈文茜说过 就是说他很担心就是说 最后他是 两边派出来的代表 是他不想要遇到 那个蔡英文 因为他说媒体一定把他说成 是两个女人的战争 会模糊掉问题的焦点 可是很不幸的就是 最后还是一样 就是出来辩论的就是 蔡英文跟陈文茜 那陈文茜那时候就有讲到 这个事情就是说 事实上蔡英文当时去 那个政治大学的时候 就是逢富翔引荐的 我们来看这段文字 确实的文字 蔡英文从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取得 博士学位之后呢 就回国担任教职 这期间有一段教不为人知的内幕 是冯沪祥对他的帮助 据说 蔡英文之所以能够顺利进入政治大学任教 表示冯沪祥居间协助 蔡英文也颇感念 冯沪祥对他的这一份情 这样 他后面其实也有讲到 蔡英文因为国贸方面的所谓的专业的长才 那我们现在经过这些解读就知道说 他不但没有专业长才 他是一塌糊涂 那是党国的保护 他才有办法被延览进入经济部担任顾问 参与了GATT的 这个WTO的谈判的一个幕僚作业嘛 对不对 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 这个我觉得只有 只有杨大哥你可以解读了 就是第二次孤王会谈 我们那时候不是对米酒的事件 讲了很多吗 1999年他那时候还出来为这些 这些所谓他的这些同僚 为了这个失败而辩护嘛 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 1998年 同样那个时间 他是孤王会谈的 他担任一个随从嘛 甚至有 听说是孤先指定 孤先指定的 对 是孤先指定 我们当时候 就很清楚了嘛 干妈干爹嘛 对了 就是当时候是这样 就是孤先当时候也有意培养 蔡英文在两岸的这个角色 对不对 是这么来的 所以 所以来 跟李登辉前总统有什么关系 我认为李登辉总统在这个事情上 被砍布带 是不是 被盖布带了 如果说我们今天看过去的渊源 事实上只有两年的关系 是 1998年 这个孤王会谈 第二次孤王会谈 对 然后一直到李登辉下台 就是2000年 总统这个大选之后 所以事实上他跟他 如果有可能有接触是两年的时间 可是他们两个的未接等级 他太远了 几乎没有对话跟见面的可能性 这个当然就有人去想到互联会 这一次的世界为什么会有这种什么 那么离奇的过程 这就跟蔡英文跟孤家之间的关系 就变成大家会提出来质问 其实到今天为止 总统会从来没回答过这个问题 这的确是有问题的 好 那另外一个我知道 您觉得能不能谈 就是当时两国论的起草人是谁 不是蔡英文 好 确定不是蔡英文 所以不要再收割了 不要再收割了 两国论 我告诉你 两国论最主要的研究者 就是李登辉 因为那时候我跟李登辉之间 有很多的联系 那有一次李登辉在家里请吃饭的时候 就非常仔细的跟他 跟他的主要的顾问 上次我讲过的那个养老怪 杨岸之先 就要我研究 我们帮他研究一下 国内国际之外 有没有一个既非国内又非国际的关系 他认为台湾当时候处在的一个处境 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才有办法继续向前走 对 台湾才能够改革 但是当时候你记不记得 张荣峰先生跟我们说过 张荣峰才是在1992年 一直到192000年这一段时间里头 有关国安的很多的计划 他才是李登辉主要的一个工作 有关这个工作 张荣峰好像曾经的说过说 当时候他们有一个安排 就是要先安定下江泽民那一边 才使得台湾能够有六次修宪 是 来能把台湾的体制 从过去的这种戒严 看乱 动员看乱时期的这个体制 盖成民主体制 才有96年的总统选举 那这个过程中 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政治工程 我相信中国大陆的非常多人 中国的朋友 其实有很多人 很想知道这个过程 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个 中国大陆来的学者说过 他说他们 习近平跟李克强上来了以后 参阅过所有 从90年代的所有的文件 就是江泽民跟李登辉之间 这个过招 而且当时候这个过招 留下了非常多的东西 是今天使得 习近平跟李克强 也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些内容 他们必须承认 当时候江泽民其实做得还不错 可是他们又不愿意承认 这一件事情 因为反正我们已经有民选总统 这件事情完全无法逆转 那所以他们就回头过来 才发现说 当时候是李登辉牵着江泽民的 把江泽民当一头牛 牵着走 所以当时候这个 中国来的学者 其实是非常佩服李登辉当时候的 如何完成这个兼聚的工作 使得台湾在那时候能脱开中国的管制 这也就是李登辉一直常讲的那句话 台湾所经历的是一个出埃及的过程 我是不是我的我 这个过程 我如何把我今日之我 跟昨日之我不一样 所以等一下我们 我们在这边先打住一下 所以要把培植蔡英文的这个党国的这个所谓的 Deep State 这个沼泽 这个阴暗的帝国 这个责任推给 说他是李登辉会培养出来的 我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推不动 因为当时候你要知道主流非主流的抗争 到最后还是有余序了 我也不认为 顾正福先生当时候 像他这样的人 他们这样的企业 他们不会有自己的想法 他们当然有自己的想法 他们几代人都可以跟不同的政府合作 蔡英文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合乎体系里面 对不对 他是他们党国培养出来的体系 所以 他并没有当时候并没有那么张扬 所以容易隐藏 所以我们回来看 我们回来看 更长 我们把这个时间轴推得更长 从我们退出 我可不可以先补充一下 我觉得你刚提了一个东西 忽然触动了我一个想法 你提到冯富翔这个人 对不对 请问冯富翔 我觉得这一点事情 保释我们要问一下陈水扁 冯富翔跟陈水扁之间有一个关系 而且陈水扁有因此去做 就跟今天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 论文们 对 冯富翔的论文的问题 他抄袭论文的问题 陈水扁他们在彭莱岛杂志上面 谈到这个事情 其实只有几个字而已 结果被判刑 那陈水扁一直去坐牢 所以彭莱岛事件是在1984年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 这个很有趣的一个历史的场景 我在这里呼吁陈水扁总统 这跟你有关 请你回忆一下当时 1984年 陈文倩的证词是说 当时候他帮助了 蔡英文进入了政大 OK 可是当时候的 冯富翔还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告了陈水扁 把陈水扁送进牢 彭莱岛事件 彭莱岛事件 有关 这个大家只要去Google 那个陈水扁跟冯富翔 就知道当时候的正义是 我们在这里不赘述 所以可是可以看出来一件事情 就是冯富翔当时的权力 如日中天 他让两个台北市议员坐牢 是啊 如日中天 他是有人说描述 他是当时候台大 他是金铜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玉女 这个玉女现在跑到中国大陆去了 去中国了 金铜是他 就是他的那个影响力非常大 是 他跟陈水扁之间斗争 陈水扁被他关进去了 是 可是他同时 他右手处理的陈水扁 走手帮助了蔡英文 你看这个场景多有趣 那个讲到这件事情我就会特别觉得很遗憾 我们上一段不是讲到这个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吗 事实上为了调查清楚冯富翔的论文的问题 当时北美的北美洲的台湾人教授协会呢 有一个冯富翔的著作的评鉴委员会 他成立了这样一个委员会 我念名字你应该每一个都认得 有林中光 张旭成 张富美 肖胜帖 肖心意 林天明 田红帽 七位教授组成的调查团 他们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写出一份200多页的批判 说他有没有抄袭 或是有没有以翻译代著作 请问今天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在哪里 跳出来骂林桓强教授 骂你们的前会长 难怪林桓强教授 他自己在节目上有说 金飞席比 他说他为什么退出北美洲台湾人教授这个协会 因为我们当时的精神是认为说 既然我们都已经移民到美国了 所以我们关注台湾 因为我们来自台湾啊 我们关注台湾的民主进程啊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对单一人主张支持或不支持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所以有人跳出来就是支持单一的人 他说这不对 就是我为什么之前不去投票的原因 你认同会带来痛苦 认同会带来 你完全不会根据事实来说话了 这个的确是在这个 我们追索论文的过程里头 1984真的是一个节点 我们好像在挖骨灰耶 这考古学好像挖越深 那我呼吁陈水扁总统出来讲一讲话 所以我们挖深一点好不好 我们挖更深好了 我们要从台湾退出联合国开始 叹琴 1972 71 1971年 然后1972年 这个整个所谓的党国势力 这个Deep State 其实它从来没有消失过 我们现在以为说国民党示威了 可是这个势力事实上还在的 就是情治系统 你从复原会 你从这些教育部的这些问题 你就知道这个整个系统 是一直在那里的 好 所以1972年 所谓的吹台青 蒋经国主阁 在十几个格约里面 他用了一半以上是台湾人 所以吹台青开始 当时为什么要追台青 因为老师说那个过程中 蒋经国一直要 从行政院长要变总统 那蒋介石当然是一直支持他这个事情 可是蒋介石从中国带来的那些人 反对 他们认为你不能 那时候不是有一个笑话吗 说吴三连 照立连 照连任 就是在讲 万寿无疆 就是雷震当时自有中国 就绩效 蒋介石 李奥不是也是这样去坐牢的吗 是啊 那雷震后来坐牢是 蒋经国把他抓进去的 就是他肃清了这些人以后 蒋经国当时用了一招 就是启用台湾年轻人 可是这些大部分他启用的台湾年轻人 其实都是已经投靠的 他就是他们培养出来的 所谓的台湾只不过就是一个 他们作为整肃 跟他们从中国来的那些人之间 反对蒋经国接位 所以蒋经国去整肃这些人 其中最清楚的整肃就是雷震 其实这个时间我们都可以 再全部爬梳一遍就是 1971年我们退出联合国 1972年蒋经国阻隔 然后1979年台美断交 那个时候蒋经国就已经是坐在总统府里面了 对他已经是总统了 好 然后这段时间其实台湾的所谓的党外运动 风起云涌 是 就是党外运动 就是这么来的 党外运动就这么来的 台湾运动的最高点就1979年12月的美丽岛事件 那蔡英文在干什么 蔡英文跟这些事情都无关 甚至于他应该是站在党国那个立场 如果陈文健所揭露的那个 他跟洪武将之间这样的关系的话 那其实他是站在跟我们的这个民主运动的历史的 完全是部队边的地方 完全相反边的地方 所以这个 为什么1984这么重要 1984代表台湾人的民主运动的那时候的 后来就是明日之星 就是陈水扁 当时候是台北市议员 为了一个这样子他杂志的事情 被当时候的金童 政治金童 这个冯武将的官司把他关进去了 那可是同时在这个同一年的时间里头 冯武将帮助了蔡英文进入了政大 这个不是值得探究吗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 然后后来蔡英文居然会变成 民进党党主席变总统 而且我们讲到冯武将 你就不能忘记台大哲学系事件 对 哲学系事件更是在这个之间 所以其实台大有一群老师 挺住了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蔡英文没有进入台大 这也说明了很多事情 台大没有办法让你这样子 随便安插人进来的 当然有些系可以啦 法律系是不行的 一直到现在法律系没有英国回来的老师啦 就可以说明很多事嘛 那政大很多英国 留学英国的老师 政大的标准在那个时代不是这样 他是党领导政的过程里头 要培养一些党需要的政治的人才 在党外的运动风情云涌 所有人都在启蒙的时代 一九八零年 宋美龄是手帕脚 嗯 是 所以才有互联会嘛 对 才有互联会嘛 所以对他来说 这一点都不困难 对于一般人 对于一般人是非常困难的 即使是马英九 他拿的是中山奖学金 他没有资格拿 Henry Lewis耶 Henry Lewis是一个非常核心的 的人才的培养 所以不要赖给李登辉总统喔 这完全无关 现在看起来是 从1994年 你就在这个Deep State 不是1994 1993 93了 甚至推到更前面 因为你拿到Henry Lewis 就代表你是这个体系的 你是妇联会体系 你是政大体系 所以才会有政大帮嘛 对 那你的财经帮跟政大帮 其实都分不开关系的 唉 我就觉得 不管你刚讲北美教授的情况 或是陈水扁的状况 他们在这一次选举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 选择屈服 这是什么道理啊 追索这个历史的事实 此其时也 因为我过去都不知道 有这样子的关联在 是因为追了论文的问题 而且更有趣的是 Henry Lewis这个资料 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他自己揭露的 不然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啊 这么多年都不知道 我们所有人都被骗了 都被盖不带了 所以这整个的过程里头 有很多离奇的地方 如果这一些离奇的事情 都不处理掉 那现在在处理什么 不当党产 什么转型正义 都不是都骗人了吗 你要知道 蔡英文那张 这才是转型正义 蔡英文那张 那张学习卡 如果不是今天 他自己提出来 我们怎么挖都挖不出来 你挖不到的 你绝对挖不到的 我必须承认 我这两天 有回头去看 我们从九月以后 我们这东西 我必须承认 如果总统府 当时候不是告了 那个赫德芬跟林環强以后 自己公布了一大堆东西 我们真的是没有毛线头 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查起 因为老师说 我们不太完全相信 我们自己去挖掘出来的东西 因为那个可能 都不见得是真的 所以我记得你跟我讲说 那个恐怕要再小心一点 那时候我听出你的意思 就是说 除非那个东西 有明显的公共证据 指出这就是蔡英文的 或是说他直接提出来 我讲到的东西是 他的美国的律师 有人说被惩戒 我认为那是陷阱 除非你看到 他被法院惩戒的公文 不然我们不能谈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一直没谈 我也劝别人不要谈 所以你看这个后来 就没有人跟了 对不对 这个不要挖陷阱 你给我调 就是我们在检视 总统屋丢出来的资料里头 我们也是非常小心的 检视每一笔资料的 他想要告诉我们的 以及我们 从资料里头 直接判读解读 以及我们搜寻之来 比对出来的东西 其实这非常重要 是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所有质疑蔡英文的论文 的议题 都是根据 其实大部分是蔡英文所提供的资料 对不对 大部分她提出来的资料 然后再来 我们去比对她的中文的论文 可是关键是 她必须要有英文的东西给我比 是 所以一笔才比出来 是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说我们所评论的资料 全部来自总统府 蔡英文总统自己提供 你所认证过的资料 那你当然是想要 弄这些资料来告诉大家 说你有这个你有那个 可是我们刚好得到 与你想要present这些资料 是完全相反的结论 是 所以我们再说一遍 还是一样蔡英文自己 写的这个中文的东西 她最后一段她说 这个我呢 有校方学生档案中留存的 博士论文及口试通过这名书 以及博士学会授予通知书 这已经说明了一切 说明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说明 因为这两张东西呢 完全没有人签名 在法律文件 尤其是 英美法系的法律文件 只要没有人签名的东西 就是没有任何的效力 就像台湾人喜欢用印章 没有盖章 没有签名的东西是无效的 这应该叫做什么 没有证据能力 或是没有证据力 根本什么都不是 那你说说明了一切 反而证明了你根本没有论文 是否我们有精进的信念想要共同实现这些目标的我们共同的支持者一起我们来打造这个T-Coin 北元要做成这个台湾的法定货币 法定货币 法定货币之一 成立于美国建交宣打团 在环保部分应该我们要建立一个team去做微物激政 台湾变成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 那你在73个原因要干嘛 办73份报纸 服务全球大概是有上百个城市吧 都有台桥 在的地方 让他们能够强细接收到正确的信息 然后提供意见进来 我们帮忙来做 微物激政的调查 也一样 司法改革 这些律师 都可以用虚拟货币 来给付他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永续发展的 建立台湾主权的道路 解决所有台湾现存的 这么多人来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就从T-Coin的认同号开始 请不吝点赞